二零二四 宮鬥集結了眾多勞工團體 今天下午在臺北集結 迎接徒步行腳二十一天的隊伍 抵達終點 這次宮鬥提出了七大訴求 包括解決低薪問題 增加國定假日等 而面對總統大選剩下不到三十天了 宮鬥指出藍綠白三黨的總統候選人 勞動政見都不及格 也點名了執政黨最為傲慢 眾多北部勞工團體代表 集結中正紀念堂外 高喊口號 迎接行腳隊伍抵達 他們二號起從高雄出發 歷經二十一天步行三百八十六公里 總算抵達臺北大會失 2024宮鬥主軸為工人行腳 鬥總統 分別在北中南 舉辦集結活動 二三號最終場在臺北 宮鬥重申七大訴求 包括增加國定假日 從現在的十二天恢復成過去的十九天 給保障勞工退休 解決低薪問題等 勞工團體代表分別在藍白綠三位總統候選人照片上貼上不及格的貼紙 宮鬥針對七大訴求評比三人勞工證件 從自製的對照表可見 執政黨候選人賴清德獲得最多叉叉被評比最傲慢 遊行隊伍從中正紀念堂外出發 最後走到國家發展委員會前遞交陳情書 公鬥呼籲三位不及格的候選人趕緊補考加強 提出讓勞工願意投下神聖一票的證件 如果繼續傲慢擺爛 勞工會加以抵制 記者 林靜梅 彭耀祖 台北報導 記者 林靜梅 彭耀祖 彭耀祖